我們明天會跟進一些首尾 還有我會再看看我現在手上的個案 去成怎樣 因為太多個案在首尾還未確定 因為現在拿BNO很久 有些40天的要成 我才會決定什麼時候 下一次要帶BNO進去 要不然舊的 以前的又來 你的心理壓力很大 有些人又不出聲 原來三十個月都還未拿到BNO 又不出聲 有時候10月收到封信 他又不理人 9月3日收封信 現在才跟我說 人家是不會等你 當然我有辦法 令到英國那邊激活了 你本來已經withdraw的個案 大家發覺沒有什麼 check email的習慣